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期待两大势力强强联手拍一部电影 赵丽颖复出后 经过一年多的恢复 终于回到了巅峰时期 时尚资源 商业 电视剧同步发展 人气节节攀升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一定会拍出好的作品 演好每一个角色 谁是凶手中的心理医生神语 以及幸福到万家中的幸福 都是赵丽颖之前从未尝试过的角色 所以观众对于赵丽颖新剧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 另外 还是希望赵丽颖能唱一些主题曲 为演唱会积累一些作品 毕竟赵丽颖这几年唯一的一首歌就是 知否的主题曲 看到赵丽颖还记得开演唱会的梦想 还是很让人激动的 因为他们会永远记住这个约定 到那一天 他们会如期而至 演唱会是一场美丽的约定 演员赵丽颖以BOSS的身份 与萤火虫一直见证着彼此的成长